欸 你要使用Procreate跟Photoshop 来教教我们怎么样制作动态贴图 哇 很可爱欸 这个好珍贵喔 喔 它不同的动作 这个就是我在进电脑之前 会先画的手稿跟分镜 也会在这边就先设定好 是一个可以让角色更加生动的一个过程 是惯性嘛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惯性 开玩笑 我也是关家 没错 很感谢是还有一群 就是真的很支持的粉丝 力量真的很大喔 对对对 真的 诶 我的粉丝 你们在哪 哈哈哈哈 基本上有很多的重点 我们刚刚都介绍到了 对不对 没错 接下来就是听到大家下载的声音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创作大小事 我是阿天 对于喜欢或者想要尝试手绘动画的创作者来说 使用Procreate来画图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会使用到动画功能的人却异常的少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特别来宾 就要非常大方的 他要来教教我们如何使用Procreate 以及Photoshop来制作动态的贴图 我们来一起欢迎丑白兔的作者保罗 欢迎您 嗨 大家好 这个丑白兔非常的可爱 但是呢 我知道你原本不是长这样子的 你原本是一个设计师 对吗 我今天是在做广告平面设计的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画插画 所以才会最后过来做就是插画家 我听说好像 我的资讯假如有错的话请你纠正我 你是在工作开会的时候创作出丑白兔的 是真的吗 我是在下班时间才会做这个创作 但是上班就会有很多灵感 有灵感的时候就是要记下来这样子 对 就只能记下来 但还是要认真上班 所以丑白兔是第一个比较经典的人物就对 就是可能刚好有跟上这个时代嘛 就是有一群喜欢丑白兔的支持者这样子 我觉得你不要这么谦虚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蛮喜欢丑白兔的 包括我的经纪人 我的经纪人丑白兔的贴图买了非常多组 真的 一定要不好跟他说谢谢 他就在现场 对 我好喜欢哦 一直传丑白兔的贴图给我 我自己蛮喜欢的是那个珍珠奶茶 他从那个吸管里面跑出来 他好像常常变成不同种类的食物 是不是 全变幻化 也喜欢就是甜点之类的 所以就会把它做这样不一样的尝试的变化 贴图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假如让你会心一笑 或者他感触很深的话 你就无时无刻你就会想到 你就会觉得好好玩 好可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丑白兔真的蛮成功的 但是一开始你好像并不是说 马上就投入全职的这个插画家的职业嘛 对不对 你是慢慢慢慢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从一个平面广告的设计师 然后变成兼职 对不对 然后才变成全职 对 这个过程 这个的话就是 因为其实在学生时代 就有画过丑白兔的这个角色 但是就是比较是喜欢跟兴趣 那到后来就开始有正职 就有点是兼着做这样 可是后来就有一群支持丑白兔的支持者 然后就有想说 那要不要就认真专心的做这一块 当时我们老板就也很大气 他也是觉得说 你这个想法就是他也很支持我 对啊 那是好老板 对对对 所以他后来就是 就是说那不然你就走你想想的方向 然后就走上了全职插画家的这块路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只是自己创作啦 同时也得到很多人的好评 回响 对不对 而且包括老板也很大方就说 我就是支持你 希望你去大胆的创作 然后而且呢你在 我相信在网路世界里面 很多人假如对你有支持都会大胆的对你说 或者是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插图的这个或贴图的销量 你就可以知道大家知不支持你嘛对吧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不是你就觉得说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变成全职的喔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也是说之前的贴图有累积到一个 不管是存款啊或者是经验也好 然后才有这个勇气 然后还就是很感谢是还有一群 就是真的很支持的粉丝 真的喔对啊才能够 粉丝的力量真的很大喔对对对真的 诶我的粉丝你们在哪 现场有两三个 当然啦他们也是因为 因为他们工作需要所以才会对我这样 然后大家都在默默支持 我会把我当陌生人 所以我要跟你多学习好不好 OK好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的创作者都会想要知道 一开始原本是静态的贴图嘛 然后后来变成动态 这个转变或者是就是发展是怎么样 怎么形成的 其实一开始都有想要做动态的图试试看 可是又知道蛮麻烦的 但就是在有一次很荣幸被邀请 就是合作那种免费下载贴图 对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有压力 跟就是人家付钱给我们 那我们就还是要把它做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尝试了 对你觉得说你这个东西人家要下载 他要使用你就有责任嘛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也是对客户有一个责任 因为总不能收了人家的钱 但是我没有做好 OKOK 对啊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就会有一个压力 然后还有一个动力跟契机才刚好又想说尝试看看 然后就有这样一个契机能够让我真实的去执行 然后执行了之后也发现好像可以做得到 那我刚刚今天节目一开始我都讲到了嘛 你要使用Procreate跟Photoshop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或者是教教我们怎么样制作动态贴图 这个是OK的吗 这个当然OK啊 蛤 这么不尝试吗 当然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就是画动态 因为画动态一定都会觉得麻烦啊 或者是恐惧也没有尝试过 哎呦 对啊 好我们现在马上请保罗来为我们示范一下 如何制作动态贴图 好现在丑牌兔保罗就要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如何制作动态贴图哦 那就是我在做动态贴图的时候 会用到四个软体 那第一个就是用Procreate上色跟画线稿 那过来会到Photoshop去做精修 过来会再用就是一些小软体去 像APMG会把它做成LINE规定的那个格式 那我在制作动态贴图就是进电脑之前呢 我会 嘿 我会 我其实还是很习惯用手绘的方式 真的啊 对啊对啊 你这么古代人 拿出这本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对啊 我跟妳讲 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也是手绘 但他不敢讲 他怕人家笑他 是哦 不会 现在这个手稿超珍贵的 对啊 我觉得超珍贵的 其实这个才是独一无二的 对而且就是期待到哪天展览就放在那边 手稿比较有温度 可以可以可以 哇这个很珍贵 哇 哇很可爱耶 这个抓得到特写吗 还是没有系这样子可以啦 你这个手稿它不是草稿耶 它是很细的耶 这个可以分享吗 对对这个可以 诶这个 好可爱哦 这个好珍贵哦 哦它不同的动作 对这个就是在我在进电脑之前 会先画的手稿跟分镜 也会在这边就先设定好 OK 而且你有很多的 比如说他想要 你想要表达的话 好你会先写出来是吗 对我会先写出来 麻烦你了 拜托超级抱歉 成功辛苦了等等 然后就去把这个图画出来 对没错 好可爱哦 哇 这个不能给大家看 里面其实好丰富哦 你这本真的很棒 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分享 这个绿色的这个 因为我今天会示范的那张贴图 会在这一样 OK 有一个OK 就是他从画面外面跳进来 对就是我会先设定他的进场啊出场 还是什么过程 跟这个角色的他的特质 然后他动起来想要怎么样 就是像头牌兔就是比较浮夸一点的 是 就是四肢会乱挥 或者是会跳啊 然后软Q 那个肉还会弹 嗯 我就会在初步就先在我的笔记本上面 先把这些分镜都先把它设定好 就是你人物本身的个性 就在这个动作里面就展现出来了 对没错 那最后也要表达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对不对 就是把它们结合 结合起来又OK 好好好 OK马上来示范一下 好 来 那就可以进到我们的Procreate 那这款软体它其实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物超所值 CP值非常的高 而且很好上手 那这个是我平常的作品 就是都在这边这样子 那我今天会跟大家示范的是 就是刚刚那张OK的 OK 那像进来Procreate会先看到这个介面的部分 那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加 对它就可以 所以设定你要的画布的大小 那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去设定LINE它要的尺寸 那我们今天要示范的是这张OK 这个画布 好 那我们Procreate进来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介面 那我们会搭配 像我是搭配这支 就是它的Apple第四代的笔 对那这个这个介面呢 它在左手边的这个地方 它可以调整我们笔刷的大小 嗯 对非常的非常的任性化 这也可以调整我们的透明度 透明度也可以调整 这个笔刷的地方 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那件笔刷可以去做选择 现在看到插画家很多都人手一台这样子 我那时候也被激励到 所以我就也买了一台 我也想买 啊真的吗 真的啊 Ken哥也想做插画家吗 我超想的 我看到你们画的那么开心 你就是等于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把自己的艺术感呈现出来 跟情绪吧 因为通常我们都在电视上面就是表现嘛 那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欢迎坑跟陆坑一下 我们先看 我先看看 你画的东西我画不画得出来 好 可以可以 我先来介绍这个 就是像我在进入到金稿的动态之前 我会画一个草稿的动态 为了是要知道说我这个动态跟分镜 是不是我所想的那样 那这里就有每一个图层 那每一个群组 应该说群组 那每个群组里面就会有我的 就是线稿跟上色 那我就会先从这个 这里有一个时间轴 它在这里左上角的 有 这个地方 然后它这里打开画部 这边有一个动画辅助 我们把它像关掉就会没有 那打开它又会跑出来 对 那跑出来以后它就有这个时间轴 那这个时间轴里面呢 我介绍它其中一个功能 它在设定这边 这里有个葱皮 那这个葱皮呢 它打开越多张 它就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画的是什么 这样就不会让我们的角色变形 或者是说我忘记它上一格跳到哪里了 所以这边它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现在看目前这个草稿 我就会非常简略的 先把这个草稿画出来 喔喔喔喔喔 这是快速喔 对 没错 那 好可爱 对 那这个 怎么那么调皮呢 这也是丑白猪的个性 那我在这边 草稿我看的都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就会把它画成我们的金稿 那金稿的话会在这个地方 那有前面的草稿以后 我们在描绘金稿的过程 就出错率不会那么高 而且也不会说花了很多时间 就发现效果不好 那这个时间轴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呢 它是在这边设定的地方 我们先把它播放下去 播放 好 现在转白猪转得非常的慢 这边有一个每秒引格数 对 那这个引格数呢 当它越高的时候 它就转得越快 嗯嗯嗯嗯嗯嗯 然后它就会 它就会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很基本的效果 是不是你要的一个效果 对 它头都不会晕 对 没错 很可爱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一些Procreate 比较方便的一些小功能 好 那我这边呢 就有画了一个示范 好 这个我也画得出来 哈哈 但是Procreate可以帮助我们画得更快 好 我们先选 这里可以选颜色 嗯嗯 我们可以选 先选个黑色这样 嗯嗯 好 那我们点选我们要笔刷 那这边呢 有没有看到蓝色的这个 这个线 滑顺的笔刷 这边第一个会看到这个 线它有点抖抖的 但如果我们要怎么画成直线呢 它是非常的容易 这个 刚好可以看 这个笔刷比较大的时候 然后透明度100% 嗯 那我们一开始画就会这样抖抖的嘛 对 一目很滑 但是Procreate它只要画过去 然后长按不要放开 它就会变直线 非常的方便 哇很方便欸 对啊 然后呢圆形的话也非常方便 这个可以刚好示范透明度的部分 透明度比较低的话 那先示范一个抖抖的圆形 抖抖的圆形 好抖抖的圆形就是 丑白兔 好 那 那它很抖嘛 那现在画圆形的话 它就是画个圆形 OK 然后不要动 诶 它就变成一个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手指再点一下哦 它会变正圆 哦 然后可以拉大小 那方形的话 哇 也是一样 就非常的方便 那方形 也画一个方形 然后不要动 嗯 然后这时候放开 这个的话 它很方便还有一个地方 是上面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才放开嘛 最上面这里有一个边际形状 嗯 然后它这里就有一些锚点 然后就可以去拉 拉成像这个方形变T形 对它就是 非常方便的功能 那最后就是还有一个 它上色的方式 非常非常的方便 像我们刚才画的这个 画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关掉 我们再来画一个 嗯 好 我们今天画一个 画一只很丑的丑白兔 好 那今天我们要把那个丑白兔 上色成黄色的 嗯 我们就要新增一个涂层 然后我们在涂层的这个 丑白兔的这个涂层 再点一下 嗯 这里有一个参照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空白的涂层 嗯 选择我们要的颜色 黄色 那这时候上色哦 你不需要这样子 哦不用这样 以前不是都要这样吗 对 慢慢挖 这个Poker非常方便 嗯 你只需要从这边 然后拖曳下来 天啊 它就可以就是上色 沿着你要的那个线上色 不都不给掌声啊 真的 这个软体非常 CP值非常的高 对 它涂层就会长这样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像我们以前要按回复键的时候 不是要按什么 Ctrl Z啊 还是什么的 会不会这个地方非常方便 不用在这边按来按去的 都不用了 对 它只需要两根手指头 然后我这一批画错了 然后我两根手指头同时点一幕 好 它就会回上一页 上一个步骤 那如果说 诶我不要听多一个步骤掉了 那我只要用三根手指头 再同时点 它就会 就是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所以就上一步 下一步 上一步 这个很好记啊 非常非常的 这样子就是回到上一步 这样就回到上一步 没错 如果人生可以这样该多 对啊 这样很多次的练琴都会成功 诶我糟糕了 对方生气了 上一步 诶我回到那再来一次 对不对 那中间的过程又嫌太慢的话 下一步 下一步 到精彩的片段 这个非常实用 对没错 我就非常的实用 那我们前面那个经稿完成了以后啊 我会到我的电脑用Photoshop去精修这个图档 好接下来是我们进入了Photoshop世界了 对没错 要进入到精修的这个过程了 那因为Procreate它的档案可以跟Photoshop有做一个相容 所以可以直接传到云端 那云端下来下来用Photoshop开PSD档就可以了 哇就可以了 没错 可以相容的 是的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Photoshop里面的影格 那这个影格就是在我们的视窗这边打开 有一个时间轴的部分 把它勾勾 这边就可以有我们的影格 那这个影格是我设定好的 就是在Procreate里面 你就算设定了影格 可是到Photoshop它还是会要重新设定一次 就是会不见 你要在Photoshop重新设定 对 但就是没有关系 因为Photoshop就是要做精修的嘛 是是是 那我在这个图层的部分 我就已经会先做好这个什么第一幕 有哪一些 那第一幕就是它跳出来嘛 那第二幕也有哪些 第二幕就是它可能跑出来 跑出来 那这个地方啊 像这里有OK 这个是文字 它到后面会有OK 这个 那这个OK 我会另外写 还有这个小小的闪亮亮的 这些小元素我也都会另外做 因为这个方便我们到时候再 就是只要说它要从哪一格 跑出来的时候 只要从这个开始有闪亮 这个开始 对我们再把 有点半透明要跑出来的感觉 对对对 我们再把这些元件打开就可以了 嗯嗯嗯嗯 这个的话就是一些分档案的小技巧 分哪一幕的 这样就不会乱掉了 嗯嗯 那这个影格的地方呢 就是接下来就是要算秒数 那算秒数是我觉得 嗯 对我来说啦 就是 是一个可以让角色更加生动的一个过程 嗯 对因为如果说 今天每一个影格的秒数呢 都是0.1 那它的东西就是会非常非常规律的这样子动 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挥手 还是在转身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速度感的 对 但那个地方 我就会让它的秒数是快的 例如说丑白兔在这个地方转圈 然后它可能要准备跳起来的时候 要酝酿一下 酝酿一下 这边可以慢一点点是不是 没错 这以为是0.1 然后0.9 0.9 0.9 0.0.08 慢慢减掉 然后这边跳起来的时候会冲出去嘛 嗯 是 就是它跳出去的时候是比较快 咻 蹲下来的时候要酝酿的时候 诶 时间让它放慢一点 没错 对不对 就可以让我们的角色是可以更加生动的 当然如果说一开始想要让规律让它动 就是一开始可能不会算 秒数 或者是比较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让它规律的动了 等到熟悉以后我们再让它 有这样子的速度感之类的 是是是 那其实这个影格如果要让它秒数是一样的 其实它非常的好算 因为我们上传LINE的时候啊 它的一张动态贴图 它的秒数总秒数一定要整数 1秒2秒3秒最多4秒 OK 对那这个的话呢 假如说我们这样贴图的总秒数是2秒 那总秒数除上我们的影格数 就会等于是我们一张影格会需要几秒 是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 就是大家就可以计算出来 我的话就会是 就是让它都不太一样啦 那我会用0.07秒下去做一个计算 然后让它看一下 这边有播放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大概动起来是怎样的 诶诶诶 真的诶 你刚刚讲到那个细节 我们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蹲下来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点 跳出去变快 对不对 没错 那这个转出来GIF 其实会更有感觉 那GIF就是从这边也是从档案转存 这里有一个储存位网页用 我们就可以先转成GIF 那动起来的效果就会是这样 诶 然后像这个 主要在这边还会回弹 最后面的时候它肉眼 对 对这就是让小角色 是惯性嘛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惯性 开玩笑 我也是专家 没错 你动的时候不能到它一跪就停住了 你要让它过去一点点 再回来 再对到定点 没错没错 这个角色就会变得非常的生动 那如果看完以后就觉得说 诶 那这个动画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要进到APNG的步骤 那进到APNG又是什么不一样 APNG就是LINE它指定要的一个动画的档案 这样的话我就会把这样子一张一张的储存起来 那我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存档的方式 我其实就会分得很清楚我们的制作PSD档 然后呢 PNG档就是每一张每一张每一张的图 OK 对就是大家可以在归档的时候就先把它归好 之后就会非常好做事 是 那我的档名呢会是 就是这个影格的顺序 然后后面标注我们的秒数 为什么要标注秒数呢 这个秒数也是你自己标注的吗 还是它自己就会 没有没有我就是档名 讲到1然后支0.08秒这样 这样是哦 对而且还要去算说 这些什么0.08 0.09 全部加起来要是整数 所以我常常在按那个计算机 计算机有没有整数 哇所以这个细节要注意到才行 对不对 是的 就是LINE它们这边有这样子的规则 我们就需要依照它的规则 OK OK 所以创作者本身也是要很细心才行 对不对 没错真的 好OK 那就是可以来跟大家说 APNG是什么样的一个软体 好 这个的话它长这样 它的logo是长这样 那它打开就是一个超简单的软体 我们就是把我们图片拉进去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动态贴图显示就是没有动 然后显示那一张 会是我们需要放在第一张的 是 对那 那要放哪一张 我会建议大家把最重要的这一张 放在第一张 对对对 这里大家看到OK吗 那你就可以这样放第一张进去之后呢 后面你就照顺序这样放下去 放下去三四这样拉 那我会照顺序去拉 因为它有时候跑进去它的顺序就不一样了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一张一张的去拉这个 那个档案 那这里有一个就是它介面 这边的话就是可以要改它秒数 现在是0.1秒嘛 十分之一 那我们就需要去改它的秒数 那我们可以按着Shot把它全部选起来 这边可以改 假如是0.07秒的话就是一百分之七 那这边就会全部变成一百分之七秒 那为什么刚刚说把那个秒数表在后面 是因为那时候改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容易 第一张0.33秒 我只要把这边把它改3.3 你就可以这样对照着改 对就是非常的快 而且到时候要验证的什么 就是秒数不一样啊还是什么 都非常的好去做一个查验 那这个设定完之后呢 这边就可以打上我们要的档名 就是假如是OK好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步骤 是这个左上角的这个按钮 那这个的话是因为 Line这边它规定说一张贴图最多是4秒钟 那如果说我一个循环是一秒钟的话 我这张可以做到4次的循环 加起来就4秒 那我这边就可以打4 那如果说2秒钟就是两个循环 两个循环 然后就可以OK 等于说这样APMG它只会轮4次就没了 是 然后这边就可以选你想要存在哪边 然后就选你要的位置 这样我先随便存一个桌面就好 桌面 然后就可以制作 然后你就等它跑完 OK 完成了 非常的快速 那我直接给它看我之前转出来的 这时候就是非常好找档案APMG 然后呢 对 就可以点出来看 点出来看 就是封面了嘛 等于是 对没错 但是电脑它有时候 就是不相容它的档案格式 这时候我就会开这个Chrome 开下以后我们就把它拉进来 哦 对就是 都是你慢慢摸索吗 还是你也有人教 有点是慢慢摸索欸 对啊 然后就 就是摸索出来 就是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 大家都可以 那我们的观众真的还蛮幸运的 你看我们现在都有大师级的人物来教大家 谢谢 过去过去 对 那这个档案就是OK了 就是测试在网络上面测试OK 就可以 准备上传到我们的LINE上去了 我们就可以完就是完成这一组贴图 就是这样 就从头到尾 基本上有很多的重点 我们刚刚都介绍到了 对不对 没错 接下来就是听到大家下载的声音 对 谢谢 是不是这样 哦 对对对 好 太好了 不过我还是希望就是 我们的创作者都能给我们的一些心境的 或者他想要尝试创作还没有开始的朋友们 一些建议 第一点就是要先有那个热忱 跟真的喜欢这个产业跟行业 嗯 才可以走得长 就是不管说在画图的时候遇到瓶颈 或者是发现要从创作者走进商业化的时候 嗯 受了什么打击 但是如果还是想去尝试的话 就是真的可以鼓励大家还是继续走走看 嗯 因为如果真的想要让自己的作品更多人可以看见他 那势必是要走到就是商业的这个过程 那一定会有很多的挫折 通常就是这个热情跟喜好会支撑自己继续走下去 是就是不忘初衷 没错 对不对 哦 或者是你真的遇到瓶颈的话 你就可以画一张 白兔遇到瓶颈的状态 对啊 你也有画过对不对 遇到白兔从一个瓶子里面出来 然后头一块几个出来的样子 圣哥真的看得很气景 对不对 对啊 好啊 祝福大家都能往这个创作这条路上面走 好 这个所有我们的同学们 你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你的画笔 DRAW就对了 今天我们真的要谢谢保罗 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还喜欢今天分享的创作教学吗 记得到底下的资讯栏 把LINE原创式及官方账号加为好友 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集精彩的影片 如果有任何其他问题 还是想要听创作者们分享更多的内容 也请欢迎到底下留言哦 拜拜